喂喂喂 世界盃終於 還有8天左右就到了 這天就是我錄片那天 等到放片上來可能去到4-5天吧 看看我放得速度 接下來這個節目就會跟大家 大家完全預測分析所有小組首次名 16強、8強、4強 決賽的組合 當中有某些比賽 重要的比賽我都會預測 大家時不時就按開它看一看 看看這一組哪場比賽我有說過 做個參考 等大家可以準備充足去迎接這次 可以說是免費的世界盃 但如果要看完64場 都要付錢的 沒辦法啦 被友善做壞了頭 同大家說聲 每一個組別的第一場比賽 無線都會免費的 第二輪的比賽就簡單來播 第三輪最決定勝負的比賽 就不會播的 不會播的 大家可能會罵 但我告訴大家 這次世界盃最重要的比賽 全部都是小組的第一場比賽 包括巴西對克羅地亞 荷蘭對西班牙 英格蘭對意大利 這些全部都是第一輪比賽 第一場比賽 最重要的也是 完全決定了這一組的命運生死 所以跟大家說聲 如果是武裝收費 就像我一樣 都是可以看到比較重要的比賽 因為第三輪全部都很基本上 勵行公事或者是互相打和去逼其他球隊出局 遲些的小組會慢慢跟大家分析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16強是不會播的 16強是沒有免費電視播的 16強就沒有什麼大戰 以根據我的預測 8強就簡播兩場 大概 就是差不多 這個態度和誠意 令我想回到80年代 這個世界盃 打打下 去到20分鐘有廣告 沒辦法 這個商業型社會 大家其實如果想免費 可以回大陸看 回大陸應該全部都不用錢 但大家如果是本土派的時間 就要留下 可以試一下其餘的渠道 但我就不說了 OK 開始預測之前 又說一下少少廢話 今天開場白 有少少廢話跟大家說 我抽點時間跟大家說一說 在坊間 其實近來我都看了很多 是預測世界盃 的小組首次名 決賽 冠軍 但其實大部分我看 都是說巴西的 當然 有些人覺得很正常 但其實以我的角度看 就是不用你說 或者 其實 根本就不用猜 但我想告訴大家 所有坊間的裘平家 如果是名家 即是有些名的 其實 是不可能不說巴西 因為根據博弈論 他們一定全部都要說巴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 即使他們很有名 也很有看法 很有見地也好 他們就算是譬如預測 有些人 人 也有些人